林志穎7月22号因驾驶特斯拉治状 导致车辆严重起火 好在她被热心的民众救出 紧急送医经过手术治疗后 情况也趋于稳定 日前弟弟林志欣对外召开记者会 说明哥哥目前的状况时表示 二嫂陈若仪几乎是不眠不休照顾她 全家人也会当她的后盾 而事发过后陈若仪只发过一次贴文 内容是感谢大家的关心 表示志穎每天的状况都有进步 发文的用意是希望网路上可以停止 以而传而的不识消息 16号上午她终于又更新限动 放上一张疑似是Kimi牵着林志颖的手 照片中虽然没有拍到林志颖 但可以看到她的手上人贴着纱布 底下写着挺过风雨终究会看到曙光 一句话似乎倒进了这段日子的煎熬 同时也暗示林志颖已经慢慢好转 事实上之前曾经有网友发现 林志颖出现在微博超话中牵到 当时经纪人回应 目前病人还在休养中 暂时不做其他的回应 如今又看到陈若仪贴出近况 除了心疼之外 也希望小智哥能早日康复哦